有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吉利推广的农村再生计划 针对农村社区辅导他们并且给予补助 目的就是要农村结合生态并且永续发展 而今天位在三地区的三合社区 经过一系列的培根课程 由农业局会同两位评审委员 要来审核社区的农村再生计划 通过之后水保局就会列案辅导给予辅导 然后让社区除了我们委员的这个意见 让社区的营造 然后更趋向它真正的农村的精神 而且符合现代化的精神 之外农村需要在建构硬体的设施 或者是软体上的一些需求 水保局或者我们农业局都会给予适当的 给他们补助 农业局表示社区申请农村再生计划 往后就可以向水保局申请经费 执行更大的辅助计划 而社区理事长则表示 在三合社区里面 有相当多的特色 包括了靠海岸的石虎与藻礁 都是社区居民早期留下来的产业文化 三合社区是唯一三日区的一个平原社区 那我们这边主要北边靠的台湾海峡 我们很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我们希望能够多加利用 我们也希望社区经过这次的审查会议 能把更多的人介绍三合社区给他们认识 知道这样子 三合社区的主要作物 有毛鲜与角白笋的共生共养 还有西瓜与甘薯 石花菜 有机蔬菜等等相当丰富 社区表示 四个阶段92小时的课程完成之后 希望农村再生计划案过关 就能够让社区的建设更加的完善 逐步实现社区的未来愿景 记者许端A3G采访报道